夕陽落下的時刻 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南部 竄出一陣濃煙 一直到入夜後 黑煙大火都瀰漫在這個 真竹黨總部所在地 真竹黨也騎射火箭彈反擊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一聲令下 對貝魯特人口密集區 大規模空襲 移平了六棟建築物 至少多人死傷 而這只是出谷數據 短短72小時內 更有無數人從黎巴嫩出逃 多冬民宅都快被大火 濃煙吞噬 救援隊挖掘隊 匆忙抵達現場 以色列的電視網報導 真主黨領導人 納斯拉勒是這次襲擊的目標 但一位消息人士表示 他安然無恙 聯合國同步出面呼籲停火 但都被指指不理 以色列燒早也果斷拒絕 美 法等盟國提出的 21天停火協議 那塔雅虎本人在聯合國大會聲稱 面對野蠻的敵人必須保護自己 免遇侵害 結果一上臺就當場被虛 多國離席 美國則火速表明自己完全不知情 風火連天下根據數據 黎巴嫩已有十萬人流離失所 但當局表示真實數字 恐怕高達五十萬人 相當該國人口十分之一 西方列強如何因應制止 將成為佔局關鍵 閃新聞 尤和專報道